民進黨執政弊案連環報 還反對國會調查 有人掀出過去烈烈箭 被監遭質疑沒有能力造建的 慶富造船廠以350億得標 但慶富涉及掏空200多億 以及炸彈被起訴調查和解約 慶富董事長就是綠營大金主陳清南 副董作甚至棄保潛逃 但沒有想到如今政府要成立 探權交易中心地點券選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們的拐款 交易中心心立在哪裡 我竟然進入在慶富大樓的二樓 慶富案先前涉嫌掏空200多億 而且沒有獲得到具體的賠償 事實的真相 我們的政府竟然還花大錢 來跟他租大樓 繼續徒利他 難道就因為他是綠油油 所以就可以想盡一切的好處嗎 烈雷箭綠營大金主 小小造船廠竟然可以蓋軍艦 就連買雞蛋 不但藝人公司超市能做六七億元的標案 連醫美都能突然進口五百顆的雞蛋 有人痛批 難道跟民進黨友好 就可以照潛艦賺到買雞蛋 我們在缺雞蛋 他們用這種方式發國難財 那為什麼不是我健身房做 為什麼不是你水肥車的叫雞蛋 你開歐洲買行的也可以買雞蛋 你開三三店也可以買雞蛋 為什麼是醫美的在買雞蛋 我們國家變成這樣 答正常嗎 從潛艦到超市案 檢調不動 還阻擋國會去調查 難道只要跟對黨 真的什麼都能賺 記者林政堅 王志仁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